的 站上 衛兵 卫兵提令 你以为我来干什么 没那么容计 不能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幅画 你的一盒金条也买不来呀 白鱼先生他们找的那批珍宝 渐渐是价值连城啊 而且有数百件之多 是啊 你在龙泉经营多年了 算得上是个地头蛇了 你要是想去找 那比白鱒舟他们有更多的方便了 以前我没有重视 您让我去找 我回去就想办理 好好找一找 一定要重视 明白 记得啊 我们结交多年了 你其实能干得很 这我心里明白着呢 小小一个龙泉 哪够你施展呢 要不是沦陷 你现在恐怕都当上民国中央大员了 省长 我已经六十岁了 飞黄腾达我已经不指望了 只要稳稳当当的能认个地方官 你就可以搞老还乡 来来来 陪我喝一杯 坐下 好 谢谢 来 错了错了 那个 那个是第三张 咱再换换换换 都在这儿呢 黎晨回来了 黎晨爷 舒诚 辛苦了 没事 事情办出来 这点小事我能办不好吗 叶司令请我喝酒 一劲夸我 你 你小心啊 你被共产党给吃话了 我 上午来电报了 叶司令说 让我好好地谢谢你 小事小事 以后你们新四军只要有事 尽管开口 完喽 完喽 已经被吃话了 这 这干嘛呢 引白河水入龙泉 你看看 休水渠啊 您可真有闲心 人都快饿死了 还操这辈心 还有你的事呢 就 你 你最拿手的是做生意 是吧 你能不能想办法 把龙泉的煤炭给卖出去 或者直接拿煤炭换粮食 你有门吗 卖煤 我们想来想去啊 就只有这一个办法 这山上呢有的是煤炭 劳动力又是现成的 如果真能把这煤炭卖出去 龙泉救灾的粮食也就解决了 这事儿 这事儿我得想想 你还想什么呀 人命关天 容得你前思后想吗 这不光我的事啊 你的心到底是不是肉胀的 你不明白 书成 现在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 不是那些当官的 咱不说这事儿了 我呢喊上那句话 龙泉的事儿 我不管 这是个什么窝子 还拿红布和赵子 知道了 我在上海见过 这个叫钢琴 钢琴 嗯 叔 这是干什么用的 音乐呢 小虎 你看看这个车还能不能用 我试试啊 这要在县城里一锅够威风的 可惜啊 比原来那个车差了一些 这要在县城里一锅够威风的 也行 能走就行是吧 就是 就是 叔 这可是林肯车 林肯 美国总统 乱讲 美国总统的车放在这儿 不是 这车的牌子叫林肯 是名牌 在美国呀 只有高官才能坐这样的车 你看 什么都懂你 平时不就喜欢车呢 叔 怎么这样 咱们就选这个吧 把它拉到修理铺去 好好的捯饰捯饰 我看行 行 那咱就要这个东西了 好不好 行 省长夫人送的 多大辫子 就是 大伙 再弄五千大押 给省长夫人送过去 又送五千 咱不已经送了三万了吗 这五千是这辆车子钱 不是说是送给咱吗 送 上级给下属送东西 你见过吗 跟你说 这个库里的东西 都是搅和日本人的 放在这儿没用 所以省长夫人就把它给卖了 卖了 卖了 嗯 那 卖给谁呀这个东西 卖给像我们这种人 博士啊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工夫 你找到武大爷的儿子了 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呢 你猜他会是谁 眼 眼皮底下 底结呗 东智 你根本就没有脑子吧 你稍微想一下就能想起来 这个人 应该就在前家好远 合着你心里早就有谱了 这两天啊 这两天啊 我跑了两趟白龙坛的黑虾子沟 我找到一些灾民进行探访 我把燕疆叠仗图的照片呢 也拿给他们看 有几个灾民说 在武大爷的家里面 看到过这幅画 你怎么确定的这个小三子 就是武大爷的儿子呢 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啊 有一个灾民说 武大爷的儿子吧 脸上有颗痣 小三子脸上也有痣 没错 你当时还告诉过我 小三子姓武 武大郎的武 你都快成福尔摩死了 你给我那本书吧 还真是管了点用 我现在对这个办案子吧 还真是有点如迷喽 可是你不能仅凭 脸上有痣或者他姓什么 就这么确定 谁是谁的儿子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专门啊 找到一个认识武大爷 和他儿子的灾民 悄悄地呀 在前家花园后长 小三子一出来 这个灾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 聪明 小三子大名叫五加三 五加三 关键是这个五加三 为什么要刻意地隐瞒自己的身份 这还神秘 跟孔先生谈得怎么样了 那个姓孔的 老谋深算 我问他 不是李季道是不是 丢失过一幅烟浆叠账图 他跟我闪烁其次 那你怎么肯定 这幅画就是李季道的呢 后来啊 他好像无意识当中跟我说漏了嘴 他说李季道啊喜欢孤董 也丢过孤董 那我灵机一动啊 我就视察了一下子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幅画之前 就是在李季道手里 看来小三他是一把钥匙啊 杭七云也是一把钥匙 他知道的秘密不会收 对啊 那咱们就得主动地接近庞熙云啊 嗯 主任 委任李季道做筹办委员我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您是不知道李季道这个人 他杀人不见血啊 有我在 他不敢 走 进来 主任 白琴有专心人来了 有请 你们来的时候 看看 大汉奸上台了 什么汉奸 李季道 反正你也控制不了 要不是那天你护了 我早就把他毙了 我那是护着他吗 我那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宝贝 这一点你一定要分清楚 行行行行 这事不说 别别别别不说 他到底是不是汉奸 我倒希望你认真地立案调查 有秦平之秦省长保的 我调查有个屁用啊 你要有足够的证据 十个省长也保不了他 证据都是现成的 我现在能拿出一百条的 有用吗 那都是你嘴上的 有真凭实据吗 好 我马上成立专案组 专门调查李季道的汉奸罪行 你这才是你最应该做的 你们 招说什么呀 今天找你来试了我试 一是呢 组织有劳动力的灾民上伤挖民 搞生产自救 挖美 好好的挖什么美啊 行行行 还有什么事 你这有没有大点的桌子 你这不有会议室吗 咱们 干吗 我让你看看这个 还是救灾的事是吧 救灾的事啊 你们说了算 爱干什么干什么 我就不管了 会是 好 好 停车 李先生 您没事了吧 您消案了 消了 哎 您那车真不脱啊 那当然了 秦山长送的 这是李委员给弟兄们带的烟 拿去尝尝 多谢李先生 没有 我就在那里 知道数 что Abrams 不准我们再秦山 小姐有洲 где 你可不可以 谢谢你 夏大老 夏大老 弟兄们辛苦了 县长 您没事了吧 省礼对我的委任 已经下来了 一会儿就贴在这个告示栏上 县长 您真是辅导命的 想挽倒我 没那么容易 是 这车好 县长 这车 怎么样 兄弟 这车不错吧 是啊 这车是 这是秦省长所的 省长所的车 少伙 把烟拿给弟兄们 让大家尝尝 是 县长给我们拿烟 听吗 还不谢谢县长 谢谢县长 弟兄们 这烟可是县长 特意从省里带回来给大家的 都尝尝 收着 收着 这县长信 县长 您回来太好了 内心留得到现在 还没给我们发心场呢 是吗 让弟兄们辛苦一趟 通知县署各局局长 还有 珠宝会会长 商会会长 及全县所有民间社团的头头 到县府来 是 县长 弟兄们 来 声音命令 走 起碗 你要离开龙家啊 嗯 这边太乱了 而且 有些人我也不想见 你知道的 那你打算去哪儿呢 杭州啊 回到杭州還是长西吗 最好当然还是唱戏了 那实在没办法 开个铺子也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是不是真以为杭州就是天堂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边乱那边这边乱 可至少那边没有旱灾 你没有财民暴动吗 财民暴动不是因为旱灾 是因为国民政府 他没有把事情办好 那你说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嘛 在这边生活还能维持 江南一带呢最近物价飞涨 老百姓怨声载道 你们突然回去了 那方方面面的 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啊 你 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您是不想让我回杭州吗 不想 不想 谢谢诸位啊 李先生回来 乃我们众往所归啊 谢谢诸位 谢谢诸位 请坐 本人在龙泉主政十余年 虽不敢说正通人和 但起码是月明风清 是吧 可是自打光复以来 有人要置本人于死地 用心何其毒业 用心何其毒业 要不是本人福大命大 秦省长洞察秋毫在座的各位 鼎力相助 那我早就在阳王爷那儿了 好了不说这些了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本人绝不惧怕有人 背后捞鬼 这是省礼给本人的委任 是 好 按照秦省长的筹措 龙泉县政府 要在三到五个月内 重新组建 筹备期间 县政一切 由本筹备委员负责 本人 向省里负责 向秦省长负责 诸位 向本人负责 好 好 好 我要告诉大家 龙泉县只有一个县政府 那就是我们 别无分号 我们县与我们李县县厂 你们听李县厂的 听李县厂的 听李县厂的 这次我在省里 筹措到两万大洋 县各机关的职员 警察局 保安大队 所欠的新想 可以一次结清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你们俩就在这儿等着 叔叔 要不我陪您一块儿进去吧 尽非昔比 刘安国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不敢拿我 进来 李先又来了 那他进来 刘主任 怎么哨兵站岗 都站到你的办公室里来了 莫非龙泉除了刺客 我的委任您收到了吗 作为一名筹办委员 你要清楚自己的本分 那我就上任了 现在到处乱七八糟的 就不给你办什么上任仪式 我要是行使县长的职权 刘主任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那你要记住 军政会有权监督你指导 欢迎你对我的指导 但你只能知道我一个人 县府下面的各局 就不劳您的打架了 谁说的 对各局我照样有指导之权 没错 你只能指导我一个人 你不能指导权限 刘主任清廉的 连茶都不喝呀 你想想看啊 如果你连权限 拉车的卖菜的都知道了 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如果你不服 我们还可以到省里边去说理 我 李极大 我劝你别那么长光 别人不是说你城府最深吗 我怎么今天一点没看出来啊 所谓城府 那都是装点门面 都是装给别人看的 你差点就把我给打死了 我用得着在你面前装吗 我们俩之间 虽然未到图穷必现的程度 但已经到了 有什么说什么的地步了 这叫已成相待 这两个词用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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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不懂政治了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一枪把我给打死了 那就是军政长官打死了县长 那是很大 那就是全国的大新闻 地方上报纸上会群情汹汹 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 兴风作浪 秦升长会把官司打到委员长呢 委员长迫以压力 就会让你们的刘司令 离开长平 刘司令失去了长平的地盘 就会拿你试问 到时候被五花大榜 压到城墙脚下 那就是你了 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我是要告诉你 不要以为自己手里有一群大兵 就可以到处杀气腾腾 打死我一个人是小 坏了你们刘司令的大局 那事可就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秦升长会为你 这么一个小小的芝麻官 会把官司打到委员厂子去 你也太把自己当个人看了吧 说你不懂政治 你还真就不懂政治 秦省长是为了我吗 他是为了整个长平省的大局 你这话说得大 刘司令 刘司令给你发了一封电报 我替你收了 你替我收什么电报 你忘了 邮电局归县政府管 以后你的电报 都要经过我的手 下次不许 龙泉县一共有一百五十四个财主 他们联名写信控告你 说你 执政不仁 祸害地方 抗灾不利 民怨重天 横征暴敛 形同抢劫 等等等等 你罪名不少啊 胡想 背车 我要马上去森林部 胡想 胡想 你到刘主任这儿 他给你涨薪水了吗 李先生 您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就是混口饭吃吧 你这个人哪 大毛病没有 就是胆小了点 是 是 还不去啊 我这就去 刘主任 胡祥是当用之人 以后跟他说话 客气点 你给我闭嘴吧你 李先生 请 好 好 走 有 美女 又搬回县部去吧 是啊 拜你们所赐啊 别提了 刘安国那婚球 我恨不得狠狠踢他几脚 那现在怎么办 我恨不得狠狠踢他几脚 那现在怎么办 是不是只好打他黑枪了 别急 还有机会 以后没什么事情 不要随便见我 比起你们这些人来 李继道要精明的一万倍 我这回请你来呢 是要告诉你件事情 刘安国把你和他的事情 告诉李继道了 什么 他在刑场上 当时都以为他必死无疑 刘安国就是为了显辈 可能也是为了气气李继道 就把你和他的关系告诉他了 我替你想一想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不要紧 你可以跟李继道说 你是为了营救他 才和刘安国做的这个交易 或者你就说 刘安国是趁你喝醉了 要不你就干脆说 他胡说八道 都上了罚场了 你们还能让他活着下来 你们这些男人也太有本事了 人算不如天算 谁想到白岩周会来这一手啊 谁知道他能请刘总司令下命令啊 他那是为了欧阳美 他为谁无所谓 为国为己在他都没错 要怪就怪这刘安国 优柔寡断 白白把机会断走 我说这两天 李继道对我是不嫌不淡的 我还以为他在怪我 营救不利呢 黄小姐 只要我们两个一条心 报仇的机会一定可以找到 我还能相信你 我要是再相信你 都不如去相信白岩周 他快成龙泉救世主了 有国有民 你说李继道给他一万两千大洋 他们赈载会也收下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懂白岩周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能够在龙泉 再一次地把李继道送上法场的人 不是刘安国 更不是你 而是白岩周 我就不明白了啊 在你们女人眼里 这白岩周 怎么那么神圣啊 你要是不信你 咱们就走着瞧 我让他笑 我吓死他 我准备了七颗空子弹 我准备在刑场上 砰 一颗空子弹 砰 又一颗空子弹 你说他害怕我呀 谁想到 砰 一枪响了 白岩周那书呆子 跑亲手哪儿干火招 你这都不让打了 把我气惹了 结果现在煮了这么一锅半生不熟的米 那你说该怎么办 那我怎么怎么办呢 我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给你办到 不这治他吗 你看我治不死他 你不是说他没钱吗 我怎么听说他这回到省里 花了好几万啊 是吗 可不是真的吗 秦阳长手下有我的朋友 跟我说他真花了好多钱 你看他一回来说给手下发薪水 一下一出手就是两万 说是什么从省城筹来的钱 屁话 他那么点小小芝麻官到省城里只有花钱的份 还能拿着钱 鬼还信呢 他那么有钱 我怎么不知道 他还经常在我面前哭穷呢 你真不知道他有钱 我当然不知道了 你说这老东西太鬼了 连你都骗 我现在啊 算是看明白了 他早就不把我倒自己人了 等着 什么时候把他毙了 他的钱都归你 这是你说的 你说得得算数 算数 我谁啊 军政会刘主任的 那说话能不算数吗 对了 我怎么听说 要开始选县长呢 如果论选票的话 你能不能选过他 谁跟他论选票啊 我傻呀 那你论什么呀 论个的 谁个的 这县长就是谁的 到时候我把我保安大队 往身后那么一站 我看谁敢不投我票 你可别忘了 他手里头还有警察局呢 我跟你说 我现在啊 正在扩招我的保安大队 保安大队扩招到六百人 全部按中央军的编制 配机关枪 到时候他那一百多个警察 屁 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放心好了 我听说白炎舟给你支招 抓他个汉奸罪 你怎么讲 就白炎舟那书袋子 才相信法律 这法律在龙前管个屁用 林树成 都把李继道的汉奸罪的证据 搁到秦平志那儿了 有什么用啊 秦平志还不是护着他 该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没用 有有有有有 一提起白炎舟了 又心里脸上笑着又 有吗 有啊 我怎么听说李继道的老东西 想把你们俩搓在一块去 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 动心了 我动心 人家白炎舟心里头想的 是欧阳美 我怎么闻得有那么大醋味啊 我像吃醋的样吗 太像了 我要是吃醋 那还有你什么事啊 怎么啦 怎么了 我不小心把罐子打了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从那里面掉出来的 是啊 嫂子 嫂子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丈夫的 我哥的 对 我以前见他用过这个笔记本 我以前见他用过这个笔记本 还是那样 没几个人 小姐 你笨过白鞋上了 还没呢 那你倒是快点啊 站不开口 那我去问 别 我自己问吧 小姐 白先生来看戏了 他还带了好多仙人 跟学生一起来 他还说 看戏的票钱 全记在他的账上 记什么账啊 以后人都是他的 自己家算什么账啊 吕嫂 当什么呢 我去看看啊 您好问一下 那个黑虾存的人在哪儿啊 在里面 谢谢啊 五加三 白先生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听说 这儿来好多白棱坛的三民 所有过来看看 来找你爹 对吗 对 我顺便看看我爹 他跟不跟过来 你也要是 早几天过来 兴趣能见到你爹 不是 我爹他怎么了 白医生 你爹不在了 而且不是被饿死的 是被人害死的 害死的 不是 我爹他没仇人 谁能害他呀 小镇你认识吧 就是我那助手 认识 兴趣 他能帮助你 找到害你爹的仇人 好 好了 好 别跑 一定要找到杀了爹的凶手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凶手好找 可想找的证据就难了 照片这幅画 你见过 这不就是胡在我家 抢上那幅画吗 对 这幅画你是从哪儿偷的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还这么多年了 早都不记得了 算了 我还是去问欧阳小姐吧 她肯定记得 白先生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欧阳小姐 我偷东西的事 那这幅画 你到底是从哪儿偷的 我看了 你还要去哪儿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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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应该是民国二十八年 是日本人进龙泉之前还是之后 日本人来之前 孔先生你认识吗 认识 因为他时不时都会来前家花园去看欧阳小姐 那你偷这幅画的时候 孔先生还是李济道的事业吗 这我不知道 但是那天晚上 我在房上看见李济道跟这个孔先生 正在县府大堂里喝茶谈事 然后呢我就悄悄地溜进他的卧室 偷了些银元跟金条 顺便拿了这幅画 你为什么非要偷这幅画呢 你知道他很值钱吗 你懂文物 我哪儿懂文物啊 其实偷这幅画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这幅画 主要是看上画的那幕库挺好的 想给我爷爷做拐杖 当时我爷爷他还活着呢 可是没过几年 我爷爷就去世了 然后 然后就交给了我爹 现在呢这事情很复杂 我希望今天我问你的话 不要跟别人说 好吗 那白先生你的意思 是不是你也怀疑欧阳小姐跟孔先生啊 不是不是 这件事 到底和什么人有瓜葛 我还没有搞清楚 我怕别人知道之后 你会有危险 白先生 我敢保证一点 这件事情真的跟欧阳小姐 它没有关系 同学们都说你昨天晚上唱得非常棒 今后只要有时间都过来碰唱 你唱得好人还越来越少啊 都是被刘安国吓的 这个人诚实不如败事由于 你说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啊 是啊 我原以为离太平不远了 你先生说要请大家吃饭 表示感谢 有这个必要吗 无功不受禄 我确实不是因为要救他 可我已经答应他了 算了吧 就当给我个面子 给你面子 回来了小姐 你问他了吗 没呢 张不开口 多不好意思啊 那我请问 别别别 我 我还是自己问吧 下次我就能张开嘴了 余哥 白先生想让我们帮他一个忙 白先生的事还用说吗 是这样的 他想让林树成帮忙卖一批煤炭 可人家死活不同意 林树成跟龙泉有仇 他倒是想了一个办法 可能 能缓解一些他的仇恨 什么办法 林树成一家七口 都埋在山上的野地里 白先生说 想帮他们修个陵园 让咱们帮忙张罗一下 行 好 带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谈话 是不是怕欧阳没看见 怕李极道看见 让他知道咱们俩交往 你就会有危险 是他让我主动跟你来往的 他不是还让欧阳梅当说客吗 本来你不了解你舅舅这个人的 他让你跟我交往 表面上是耍了一个感情上的话招 挑拨咱们几个人的关系 实际上他想试探 我到底知道多少 你丈夫的底细 他知道 我已经知道 我丈夫是他接日本人的手 杀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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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